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水手的歌飘扬远方 激荡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陪伴着我们度过挫折困难的时光 在记忆中 很多的70后80后 依然对这个拄着拐杖的歌手 政治化心怀感动和敬意 他的星星点灯水手 别哭我最亲爱的人等等的歌 伴随着种种苦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却深深的被戳到泪点 站起来不要问为什么 无论生活是多么狗血 总是怀抱期待和希望 听到这些歌 仿佛看到了以前傻乎乎又乐观的自己 抬头的一片天是男二的一片天 曾经在满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 一晃22年过去了 永远忘不了18岁时 下晚自习回家的路上 哼唱这首歌的情景 惆怅而温暖 双腿丧失行走能力 靠着一副管杖 没有帅气的外表和专业的音乐学习 却靠着独特的唱腔和热血的机器 征服了海峡两岸听众的耳朵和心灵 因为不懂五线谱 却会作曲作词 敢说真话 不爱溜须拍马的优秀歌者 值得每个人尊重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 政治化的大国民 这首歌 它措辞激烈 直白而强烈的讽刺和批判了 当时的台湾当局 很多词现在看来还是很适合当下的社会现状 有谣传 它因为大国民进了监狱 而双腿被打断 谣言当然是假的 但造成了强大的社会反响 现在听到这首歌的网友表示 感同身受 政治化的每一首歌都特别喜欢 唱的都很现实 世界太啰嗦 不分对合错 像我这样的老百姓 有谁在乎我 有钱的当老大 没钱的难过活 就算是看不惯 我又能如何 是不是还在为了房子和票子而奔波呢 心累了 就好好休息一下吧